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输入输出流 那学习的主题就是标准流 什么是标准流呢?或者是标准输入输出流 既然有标准输入输出流呢 它自然就有标准输入流对象,标准输出流对象 那还有第三种标准流对象叫做标准错误流对象 那好,那加瓦所提供的标准输入输出流是哪一些呢? 现在呢,我们可以打开在线文档GTK的在线文档找到谁呢? 找到加瓦点NAM包下的类叫做System System呢,我们经常使用 最经常使用的就是System.out 那么System.out我们可以看一下 说明out是System下的一个字段或者说是成员变量 那System.outGTK的文档上解释的就是标准输出流 那么标准输入是谁呢?是System.in 还有一个就是标准错误输出流 注意这是标准错误输出流 它也是输出流的一种 是System.arrow System.arrow 虽然呢,arrow,in和out都是System的成员变量 但实际上它们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对象 其中呢,arrow,System.arrow呢是printstream对象 System.out呢,也是printstream的一个实力对象 而System.in呢,则是inputstream的一个实力对象 好的,我们经常会写的就是什么 那么System.out.println 好,那么标准输出流既然是一个对象 那么它特指什么呢? 其实特指的是控制台 同理,System.arrow 这个对象特指的也是控制台 但是我们仔细再看一下System.out 这个out 这个标准输出流呢 通常这个流对象是对应于显示器输出的 当然我也可以使用用户指定的另外一个输出的目标 也就是说,它其实默认哈 如果我不改变的话 System.out这个对象呢 默认它的输出是输出到显示器上 同理,arrow也是哈 但是呢,arrow的话呢 它输出的主要是错误的信息 它呢,有时候System.out 如果是一些错误的信息的话 它是输出不了的 但是,arrow是可以的 接下来的话呢 System.in System.in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in点 它有一个read的方法 这个read的方法呢 就是input stream继承下来的方法哈 也就是说它是读取字节的哈 读取字节可以读取键盘数 对,这个标准输流呢 它的默认 我们看一下这个in 此流主要对应于谁呢 对应于键盘数 也就是说我键盘数的东西 是可以读取到这里来的 比方说,我写一段代码 请输入 enter anything ok,接下来呢 byte b等于new byte 100 好 read出来的东西就是读取键盘 system.in system.in read 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代表读取键盘数 并且把输入的信息放到字节宿主 b里面 接下来我再把它输出 new string b ok 运行一下看看 随便输入 hello word 好 输出也是hello word 后面有这么多东西是因为字节宿主有100的长度 剩下的没有的东西它会自动补空格 那如果我把它设置为初始长度为10哈 这个字节宿主 hello word 好 出来就是hello wol 少了一个d 因为d是超出了10个字节的长度 ok 这个就是system.in 这个对象 好 如果不去重新定义它的这样一个输入对象的话呢 它默认就是读取键盘输入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回过来 既然说哈 他们默认system.in对应键盘数是标准输入流 system.out标准输入流 对应的呢也是显示器的输出 system.arrow呢是标准错误输入流 那么此流呢也是对应于显示器输出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还可以用用户指定的另外一个输入源呢 这是肯定可以的 那么怎么去 啊 给一个另外的输入源或者是输出源呢 这里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set in 一个叫做呢 set out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代码来试一下 嗯 这样子吧 这几个呢 这几个呢 因为是没有导入哈 我写错了一个单词改过来了 应该是new print stream 好的 ok 那再接下来的话呢 把这句话 扔进去 这些都不要了 好的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了 首先呢 打开c盘哈 没有一个叫做a.txt的文档 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运行 好 执行完毕 再回到c盘出现了一个a.txt 好 里面写进了一句话叫做enter allison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通过set out方法 设置了一个输出流的这样一个指定的对象 应该是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当然被转换成了print stream 实际上是c盘下的a.txt这个文件 接下来呢 我往这个文件中啊 我system.out.println一句话的时候呢 就不再是在控制台输出了 而是直接写到了文件里面 同理 我们还可以使用set in 重新分配输入流 标准输入流 set arrow 重新分配标准错误输出流 OK 这个就是Java的标准流 三个对象 分别是system.in system.out 和system.arrow 他们默认情况下指的是 标准输入流是键盘 标准输出流是显示器 标准错误输出流呢 也是显示器的控制台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set in set out 和set arrow方法 重新定义他们的目的地 OK 这个就是标准流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